2020年很难 但是对于在美留学生来说 更难 面对资本主义帝国好气发放的 1200美元纾困金 只能在朋友圈看个乐呵 好不容易辛苦公读完学位 却只能独自在家云毕业 而毕业后 看开心心准备投身就业市场 大显身手 却收到各大公司因为疫情 Hiring Freeze的通知 而之前经过层层过关斩将 好不容易拿到offer的同学 又被公司纷纷召回 可谓是没有最难 只有更难 大家以为这就完了吗 非也 面对美国失业率已飙升至 创纪录的14.7%的迥禁 美国议员不给在美的 非公民求职人员任何喘息的机会 就在前不久 四名共和党议员给美国总统 特朗普写信 要求暂停发放所有 非移民工作签证60天 之后继续暂停发放某类别 新的非移民工作签证一年 或直到全国失业率 恢复到正常水平 提案中提到的非移民工作签证 包括H1B VISA H2B VISA 以及OPD 同时 四位议员还要求 暂停EB5投资移民签证计划 但是放宽对医生和护士的签证要求 使他们更容易进入美国抗疫 而这项提案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预计将与本元末生效 其实在小编看来 此类提案几乎每年都会被各大议员提出 而特朗普的白人至上政策也对移民非常不友好 2017年 特朗普签署的买美国货 用美国人的行政令 要求联邦机构研究收紧H1B签证 确保只有外国高级专业人才可利用此签证在美工作 并特别强调 不能再让H1B 持有者取代美国工人 虽然美国移民政策和工作签证不断在修改收紧 但是全面取消工作签证却不切实际 据纽约时报5月8日报道 全美4月休闲和住宿行业报道的失业率最高 已有765.3万从业者失业 差不多快占总失业人口的一半 医疗保健与教育行业 两者已裁减254.4万的工作岗位 商务与金融服务业则裁减了212.8万个工作岗位 零售业损失了210.6万个工作岗位 制造业有133万个岗位消失 而建筑业则损失了97.5万个岗位 但H1B占比较大的高科技行业岗位 则失业占比较少 并且这些职位因特殊技能的要求 可替代性教育 Amazon2019年有7138个员工申请了H1B Google则有8068个员工申请 如果这些职位可从美国本地进行填充 这些大厂也不必每年出资这么多来sponsor员工了 而美国如果要是停止发放外籍工作签证 这些需要招聘大量技术岗位的公司 将无法正常运转 或员工处于超负荷运转 对于美国的就业环境并不能起到任何的环节作用 也会因企业无法正常运作而影响美国经济 因此小编认为想要在美求职的留学生 不妨先静心等待 熬过这段就业困难时间 同时适当放低自己的求职要求 安配的工作也可以考虑先接下维持身份 并且积累工作经验 等到疫情过去 美国就业市场慢慢复苏 届时会有大量的公司有招聘需求 总而言之 在这最困难的时候 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乐观坚持与变通 小编真心地祝愿广大留学生朋友们 都能心想事成 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